哈囉大家好 我是心水小偷教練coach 那我現在來教大家拿這個第二區的所有風神筒 那這第二區的風神筒呢 裡面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風神筒 還有一個華麗寶箱 那這個地方是萬劍種 因為有華麗寶箱加風神筒 所以我是打金探號 那我們首先先傳來這裡 第二區的七天神像 那我們注意看喔 這一條路以上的 都是第一區的 然後我們也撿完了 那還沒撿的觀眾可以看上一支影片 去參考第一區的風神筒怎麼拿 那我們就傳到第二區的神像 然後傳到之後 第一個呢 大概在這個地方 我們踩到神像之後往下走 然後如果你有風系的角色 直接換風系就好了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連續撿三個這個 風神種子 做出一個風場 然後我們往上飛 再來去撿就可以拿到了 那這個七天神像這裡啊 有這個封印的柱子 我們可以順便把它解一解 不同屬性就直接用不同屬性打 然後打完這裡的三個封印之後 會開一個珍貴的寶箱 順便撿一撿就好了 那第二個呢 在這個樹的頂端 那我們可以沿著這個 先往上走到這裡再開始爬 沿著它的樹皮 然後再往上開始爬 在它這邊 在偏南方的這個樹枝上 在這邊 拿到了之後 假如你剛剛那個 要用風神種子飛的 才拿得到的風神筒你還沒拿的話 你也可以再往上爬 往上爬之後 走到這個樹枝的末端 也可以直接用飛的過來拿 這個風神筒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就能夠拿到了 假如再拿不到的話 再用剛剛我說的 撿這個風神種子的方法 那一樣拿完的 我們就把它刪除 再來我們就拿上面的 然後往東方走 一樣這裡會有一個嘛 它在這個石頭往上爬的地方 就會直接拿到了 跳一下就可以拿到了 那拿完之後呢 轉回來 對面那個柱子上面還有一個寶箱 記得拿 拿完之後一樣取消 那下一個大約是在這個地方 傳送過來之後 就馬上可以看到 在這個石頭上面 直接跳一下就會撿到了 那撿完之後 記得把標記給取消掉啊 那接下來我們就往西邊的河流撿 還有一個 在這個上面 這上面呢 可以直接從這邊飛 爬到頂端 然後用飛的 撿完之後一樣記得把標記刪掉 下一個直接往下走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 剛剛我們摸神像的時候開起來的封場 那這個怪的話就順便把它清掉 然後直接在這邊往上飛 之後稍微找一下 然後在這裡 在空中 這樣就拿到了 然後拿到之後 一樣把標記給刪掉 之後繼續往下走 一樣是三個 風神種子撿完之後 飛起來 然後它會有這個封場 或者是我們爬這個樹 也是可以的 那撿完一樣把這個 刪除 接下來這裡呢 有個萬劍種的寶箱啦 這個的話我們會順便拿 那這個萬劍種啊 旁邊這裡有個路人 它會告訴你這個萬劍種要怎麼拿 它會跟你說 在什麼秋秋人的部落啊 那劍種的北方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 在那個上方 然後我們可以順便連北方的部落一起打一打 順便撿這個北方的 那北方這邊的 我們先傳回來 傳點這裡 要繞一下 然後繞到這個山的頂端 在對面那裡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飛下去 飛下去拿 或者我們可以選擇爬那個塔也是可以啦 但是因為我懶得打怪 我要直接解這個萬劍種的封印 所以前面的怪我懶得打 這裡面有個寶箱可以順便 第一個封印的話在這邊 我們看地圖 遠遠的這個圓頂裡面 在中間 那我們進來之後要進行一連串的挑戰 然後這個封印的話要用冰來碰它 因為我剛剛身上有冰盾 所以用冰來碰這個就可以了 就會打開第一個封印 順便把這個寶箱撿一撿 那這邊我們剛剛也剪完了 記得刪掉 然後再回來 傳回來這裡 下一個是在 劍種的南方 那這裡呢 我也是建議繞一下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你要清怪 我等級也沒有到很高 清怪會有點浪費時間 所以我就爬 繞一下 繞一下 它在那個水的中間有一個封印的有沒有 就直接飛過去了 比較麻煩的是它上面的怪啊 所以我們就要先把上面的怪 處理掉 至少都要把它們推下來 這個我覺得是最麻煩的 因為它旁邊圍了一圈箭塔 處理掉之後我們就可以來搞這個 打完之後這裡有一個珍貴寶箱可以撿 然後把這個封印啊 雷的封印 用雷屬性打一下就可以了 這邊的封神童在這裡 這物質裡面 這樣就可以撿到啦 再把這個標記給刪除 那接下來的封印呢 在這邊的中間 所以我是建議直接用爬的過去啊 這個只要爬一下下就爬到上面了 然後下一個在這個的中間 一樣要把怪清完 這邊就稍微比較好清一點點了 寶箱開一開 然後用火系的幫它封印解除 再回來這裡 回來我們的劍種啊 跟它講話如果說你是冒險家嗎 它會送你就是經驗值 然後這個裡面啊 它是華麗的寶箱喔 那就看你的裝備有沒有缺啦 因為開華麗寶箱的話 主要是想要拿狂戰的套裝 前期狂戰套裝 最好是有四套 然後給你的主要輸出來穿 像我現在還缺一個部位 所以我就可以繼續開看看 那開到差不多之後 唉唷 開到裝 而且這個萬劍種的華麗寶箱 固定一定會掉 子裝的狂戰淋雨 跟北路雙手劍的原胚 固定掉的喔 那這個就可以去做四星武器 四座骨滑 或者是另一把什麼忘記了 那我打算要做四座骨滑 剛好我這個敵老爺他可以用 那我們繼續來拿風神筒 下一個風神筒就在這個裡面 這個中間有沒有 爬上來 在這個叉叉的中間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取消掉了 那如果我們繼續往東邊走 還有一個風神筒 就直接飛過去啦 就在我們剛剛打的這個旺面 然後他的位置是在那個上面 他那個不好飛到喔 很難拿喔 那我自己是會爬到這個頂端 用飛的飛過去拿 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往東走 順便先把這個取消掉 走到這個神廟可以摸一下 踩個點 然後繼續往東 下一個的話就在正上方 在北方的地方 但是我們要先踩點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黑洞有沒有 黑洞的話我們晚一點再過去 風神筒的話 是在這個懸崖的下面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踩完點了 所以我們直接用落下的沒關係 那我們再回來 傳回來這個點 那最後一個的話 是在這個月亮島 那這個月亮島怎麼過去呢 就是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黑洞 我們要進去黑洞裡面 就在這裡有個黑洞 那這裡的話 三個靈魂的座要收集 解謎完之後才能夠進去黑洞 那都在附近大概找一下就有了 在那邊 對面上面那裡也一個 好到上面來摸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就在這裡 兩個樹的中間 那你這個風場啊 用了上來之後 這裡有一個黑洞 那黑洞的話你先不要急著進去 前面那裡有一個 風牆包圍的寶箱 好拿完之後 你再進來這個黑洞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 在月亮島的正中央 會有一個風神筒 就是第二區最後一個風神筒了 在這個傳送門的上面 那它那個風神筒啊 就是要用飛的才拿得到 我是建議直接爬到樹上 再直接飛過去 站在樹上 直接飛的話 我不知道飛不飛得到 因為我之前都是這樣拿的 那短時間內也不會過來了 我建議是把這裡的白鐵礦都採一採 因為白鐵礦你要做裝備都會用到 像我這一隻現在就差不多要 開始做裝備了 我要做這個四星的武器 因為剛剛的萬劍種 已經拿到雙手劍的 原胚 那以上就是今天第二區的 所有風神筒位置 還有劍種的華麗寶箱拿法 那如果想看到更多攻略或影片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按讚訂閱加分享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喔 大掰